中老年之音 说出真心话 2024年2月28日 12点03分50秒 来源 五月读书会 湖南 举报 二 分享制 如今这个社会 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后 都会有退休金的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也够老人晚年生活了 然而很多人都不满意 自己的养老金不够用 那么到底 一个月要多少退休金 才够用呢 让我们来听听 三位七十五岁的 退休老人的真心话 李大爷七十五岁 我今年七十五岁了 我退休有时十年了 每个月也有四千五百的退休金 可是我觉得 这点退休金 真的是不够我用的 我相信很多人 都是怎么觉得的 虽然我们老人 在晚年的时候 在吃喝穿方面上 也不会花太多的钱 可是老人 在晚年的时候 都是比较多毛病的 就去看个病 都要好几千了 所以老人这点退休金 是真的得不够花的 而且晚年没有钱 就没有保障 所以我都觉得 我晚年压力 还真是挺大的 我以前身体还是挺好的 但是在年纪大了之后 身体慢慢地就出现状况了 手脚都不是那么灵活了 就为了看我的手脚 都花了不少钱了 而且每次去看的时候 还不便宜 虽然去看一次三四百 但是一个月去个十几次 就花去挺多的了 如果对我现在 不是有四千五百一个月 退休金的话 可能我连医院都去不了 加上我的晚年生活 肯定会过得很惨 现在的除了每个月 花去一半之后 还剩一部分来生活 如果退休金 没有达到四千的话 那么真的是 很难维持以后的生活了 也不会有钱去看病 可能连病都生不起了 然而现在我还能动 花的就没有那么多 可是一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 动都动不了的时候 花的就更加多了 而且生病严重的话 花的更加多 所以不要问老人 退休金需要多少才够用 如果真要说的话 那么就是越多越好 这样老人生病就不用愁 没有钱治病了 而且还有生活 顾大爷七十五岁 我今年七十五岁了 我现在真的觉得我每个月 退休金是不够花的 而且才三千一个月 我想不明白 有这点钱 自己还能这么过 压根就是不够用的 虽然说有退休金 不会饿着我的 但是一生病呢 我该怎么办 而且点钱 我去哪里都去不了 加上我想买东西的时候 都买不起 更加不敢买肉吃 如果我的退休金 能够有有六千那样 那么我就不会过得这么惨了 也不会买东西之前 都要想着自己的口袋 有没有钱 如果没有钱 门口都不敢出 本来老伴在的时候 我就是被他照顾得挺好的 每天都不用我来想这些 也不用担心没有钱 只要我说我要吃什么 老伴立马就会给我买回来 煮给我吃 而我平时也喜欢喝酒 不喝点酒我都不舒服 餐餐都是需要有肉 我才吃得下去 而老伴都会替我准备好这一切 然而现在老伴离开了 我却什么都没有了 连酒都没有得喝了 肉也是比较为难的 甚至生病都不敢生 风吹一点 都要回房间收着了 要不然着凉了 还得去医院花钱 所以我这点退休金 压根就是不够用的 现在我就希望 老人退休金能够上升到六千 那样老人到了晚年之后 就不会担心那么多了 去医院看病 也不用想着没有钱了 生活也会过得好一点 也能得到保障 初大业七十五岁 我今年七十五岁了 我退休有二十年了 然而我现在每个月 只有三千八百的退休金 我花销也是非常大的 我这个人很喜欢买衣服鞋子 而且还是牌子的 但是现在没有钱之后 衣服鞋子都不敢买了 而且以前我都是三个月 就得要换一次的 然而现在都半年了 衣服都没有换 不是我省钱了 而是我是没有钱 而且这点退休金 是真的不够我用 还有我现在是没有老伴了 我就想着给自己找个老伴 这样才有个人陪我一起 安享晚年了 可是我交不起女朋友 因为我没有钱 要是交女朋友的话 我还得带人家去消费 两人谈恋爱的时候 你不去带人家消费的话 人家是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还会觉得你这个人抠门 所以这样的我是不会有人看上的 我自己也不敢找 因为我害怕我养不起人家 而且每次我出去跟人家玩的时候 我又爱面子 人家说我两句 我立马就去付款了 还特别的豪横 到处请人家喝酒 一次花几百 一个月也会去几次 有时候 我也是不想去的 可是我经不起别人说我两句 所以每次我都会冲头疯去喝酒 去玩 就是这样 自己的口袋一天不如一天的了 而且我这点退休金哪里够 每次我还是要叫我儿子 给我打钱回来给我生活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想半个月我就解决这些钱了 而我三天两头找我儿子要钱 他也不开心了 在后面的时候 直接就不理我了 也不再给钱给我 所以我想说 如果老人一个月退休金没有五千的话 是真的很难维持得下去的 而且生病还需要用钱呢 没有钱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连饭都吃不起 生活也会过得很狼狈 所以我这点退休金是真的不够用的 总结 我觉得老人在晚年的时候 要是有退休金都是很不错的了 因为不是每个老人都有退休金的 然而这些老人还不是过得那么好 所以老人在有退休金的时候 就应该好好珍惜 花在该花的事情上 不要为了一些小事 就猛地花钱 这样就能省下不少钱了 然而乱花的话 肯定不会有钱的 生活也不好得到好的保障的 然而有些老人比较贪心 在有了退休金之后 就希望越多越好 而不懂得知足 这样是不好的 特别声明 以上内容 如有图片或视频 亦包括在内 为自媒体平台 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 本平台 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网易跟贴跟贴2 参与2 账号 密码 注册 手机发跟贴登录并发贴 网友评论 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 并不表明网易立场 别放电 我收不到信号 网易湖南楼底网友 热门跟贴 2024年2月28日 19点08分53秒 城市化生活方式下 老年人必须转变 传统家庭观念 退休以后 有自己的生活和兴趣爱好 不要总想着 和儿孙们在一起 保持距离 绝对没毛病 加一鼎龄 加一彩龄回复分享 有态度网友 064T 网易天津网友 热门跟贴 2024年2月28日 19点08分54秒 我退休金 每个月 七万八千多元 家里存款五百万 银行存款 还有150亿 你们都说是 你们的退休金 有多少啊 加一鼎龄 加一彩龄 回复分享 有态度网友 064T 网易天津网友 2024年2月28日 19点08分54秒 我退休金 每个月 七万八千多元 家里存款五百万 银行存款 还有150亿 你们都说是 你们的退休金 有多少啊 加一鼎龄 加一彩龄 回复分享 别放电 我收不到信号 网易湖南楼底网友 2024年2月28日 19点08分53秒 城市化生活方式下 老年人必须转变 传统家庭观念 退休以后 有自己的生活 和兴趣爱好 不要总想着 和儿孙们在一起 保持距离 绝对没毛病 加一鼎龄 加一彩龄 回复分享 阅读下一篇 35岁女人哭诉 最后悔的事情就是 婚后 没跟男闺蜜 保持距离 返回网易首页 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 相关推荐 热点推荐 广西烟草员工 自报退休金 网友说 低得可怜 打破对烟草局的认知 小蓝圈2024年3月1日 7点24分28秒 292 跟贴292 算法调整后 江苏过渡性养老金 高于浙江 相同情况下 还差四分之一 网友说说看 2024年2月28日 13点42分24秒 26 跟贴26 绝症妹妹穿着我的婚纱 替我出嫁 而我的男友 终于取到了她的白月光 苗屋讲故事 2023年4月11日 19点05分04秒 退休得快瞧瞧 若有这三个证书 养老金会高一大截 你有吗 天下纵揽 2024年3月1日 12点52分02秒 零 跟贴零 大案纪时第二季 揭秘刑侦要案 背后的真相 专栏老周 讲大案 2021至2023年 山东省养老金调整方案 是这样 2024年会有新变化吗 暖心人设 2024年2月29日 23.23点1分27秒 23.跟贴三 湖南在全国范围内 实行公交车免费政策 做得非常出色 有老兵你吗 军途2024年2月27日 13点41分26秒 5.跟贴五 自作聪明的罪犯 专栏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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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雪 父母没有养老金 赡养父母压力 有多大 网友 压力大到崩溃 端木很端木 2024年2月27日 12点53分43秒 五十 跟贴五十 妇产科 医生手记 专栏 行剧文化 69岁 退休 老人哭诉 我宁愿成为一个不孝子 也希望母亲早点走 烙刃情感 2024年2月27日 9点45分45秒 十八 跟贴十八 丈夫工资卡 被婆婆拿去保管 失去工作后 婆婆 叫岳父岳母帮忙还钱 阿琪故事说 2024年3月1日 8点57分45秒 一 跟贴一 他霍乱沙鹅 迷倒无数贵妇 丁丁被认为是人类中最大的保存至今 魏京哲 2023年6月9日 15点27分26秒 普京 对手必须记住 鹅拥有能够打击其领土目标的武器 环球网 2024年2月29日 19点21分13秒 七万七千四百四十三 跟贴七万七千四百四十三 单位领导刚退二线就去世了 连养老金都没领到 退休前通透 退休后长寿的人 都有这五个特征 职场火锅 2024年2月26日 22点33分20秒 二 跟贴二 66岁退休老人哭诉 伺候儿子一家六年 亲家来养老 儿媳把我赶走 新月智慧所 2024年3月1日 9点04分18秒 一 跟贴一 公共退休金八千多 元宵节 我让他把工资卡给我 公共 不可能 端木很端木 2024年2月25日 22点59分17秒 五十 跟贴五十 突传噩耗 他走了 医院泪目 台州交通广播 2024年2月29日 13点09分46秒 442 跟贴442 婆婆说 你那房子也不住 不能让姑姐住几天吗 我 没商量余地 红尘有梦乡 2024年2月27日 0点01分14秒 一 跟贴一 南城四凤四 马三和大凤的脾气 郭英劝不住 金西说 故事2024年2月29日 19点41分20秒 66 跟贴66 田径卖货专场人气低 熊磊也是如此 郭薇面相变了 许瑶有新进展 体育大学僧 2024年2月29日 18点08分46秒 320 跟贴320 超美女生陪宠物治病 被高压舱门弹出 砸碎头颅 画面惨烈 摩都南2024年3月1日 1点19分02秒 1913 跟贴1913 董宇辉 很少见到结婚多年的人 在提到另一半时 会眼里发着光 欢乐八卦君 2024年2月27日 13点49分42秒 63 跟贴63 即时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协秘书长 前市委书记张锡清 接受调查 酸菜菜菜于 2024年2月26日 10点10分27秒 22 跟贴22 北京月薪3万5 属于什么水平 麦里英赫 2024年2月26日 9点29分52秒 105 跟贴105 我有30万 不用你养老 婆婆拒绝照顾儿媳坐月子 十年后哭了 天赖之音街 2024年2月26日 21点51分51秒 5 跟贴5 现场 张家界天门山景区 有人飞身跳崖 多人疯狂尖叫 大象新闻 2024年2月29日 23点13分30秒 12897 跟贴12897 关中乡村买车潮观察 有多少人买到了面子 花光了礼子 贞观客 2024年2月26日 12点10分37秒 250 跟贴250 快递新规 既起实行 有快递员称 不可能一个个打电话 吉木新闻 2024年2月29日 23点02分36秒 13736 跟贴13736 2月开始 吉星入命 财运大涨 并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三属下 资本清三2024年2月27日 14点12分48秒 0 跟贴0 父母重男轻女 妹妹拿出花销账单后 执意要远嫁 我该不该劝阻她 小胡子谈会 2024年2月26日 10点06分28秒 0 跟贴0 下周开始 开宫欲喜事 贵人不间断 万事大吉大利的三属下 青云白雨 2024年2月29日 12点06分19秒 10 跟贴时 下地铁 却赶不上末班公交 女子委屈 上官新闻 2024年2月29日 16点51分10秒 7204 跟贴7204 40岁男子过完年 收到公司的裁员通知 一下午都坐在阳台上 到处面试 安全雨法 2024年2月29日 23点58分18秒 1790 跟贴1790 张绍刚 全天下妈妈在儿子小时候 都会发誓 以后找谁 我都不满意 飞鱼勿扰 2024年2月28日 14点11分51秒 14 跟贴14 2月 贵人扶持 心想事成 生活幸福美满的三属下 河山看 2024年2月27日 14点22分06秒 0 跟贴0 3月1日开始 财库在增长 金钱狂暴 三生肖事业 红红火火 心灵之全 2024年2月28日 10点47分26秒 2 跟贴2 5月 福气到 财运来 工作 生活 事业皆如意的三属下 天文星2024年2月28日 11点46分32秒 0 跟贴0 儿子 儿子下午要去上学 妈妈把行李都给他准备好 再做顿午餐挺丰盛 荣荣 在农村 2024年3月1日 10点30分19秒 0 跟贴0 未来三个月 桃花运超级旺盛 喜上没烧好运来的三属下 红尘有梦香 2024年3月1日 14点08分52秒 0 跟贴0 47万起 全新普拉多来了 预售一小时卖了5000台 超电实验室 2024年2月29日 17点50分21秒 2100 跟贴2100 2月下旬起 贵人扶持 财运降临 事业红火 诸事顺意的三属下 开心果子里 2024年2月27日 14点08分34秒 0 0 跟贴0 雷霆爆冷输马次 结束六连胜 文班28加13加7切特1000分对时最快 最卧浮生 2024年3月1日 11点51分40秒 194 跟贴194 特斯拉 卖不动了 1月在华销量下滑46% Model Y跌惨了 网上车是2024年3月1日9点17分19秒 243 跟贴243 花钱大手大脚 最会败家的星座 傲娇狮子梅跑了 不老梅子 2024年2月28日9点15分18秒 0 跟贴0 5月读书会 5月读书会 每天为大家分享有趣的故事 35571 文章数 23752 关注度 往期回顾全部 35岁女人哭诉 最后悔的事情就是 婚后没跟男闺蜜保持距离 2024年3月1日15点38分 200万赔偿款 为什么全给弟弟 父母 女儿是赔钱货 没资格分钱 2024年3月1日15点38分 连我弟都养不了 真窝囊 离婚不到两个月 女人后悔了求复合 2024年3月1日15点37分 头条要文 美房长 乌克兰若战败 北约将对额开战 胡塞 武装领导人 将在红海行动中 让敌人大吃一惊 直击广州制衣村招工巢 老板列队招工 开出700元日薪 上海有人手握400套京士防称 关系都搞得定 官方回应 红会顾问谭撞船事件 台方想给钱 让遇难者家属赶快走 体育要文 让豪门眼馋的八龄后少帅 不止一个阿龙索 难追胡人勇士 爵士末节崩盘 遭魔术赛季横扫 班凯罗29加9加6 全明星赛后全胜 雄鹿四沙黄蜂逼近前二 字母歌24加10加5 国王碑 第八三杠零马竞 总比分四杠零竞决赛 威廉姆斯兄弟互相传设 利亚德胜利四度领先 四杠四遭副班长 哈森姆绝评 塔利斯卡戴帽 娱乐要文 周星驰为女足选角 网友反应停淡 小阿斯两个大女儿秀身材 姐妹相差两岁 遗传妈妈的美貌 郑凯老婆苗苗 现身机场 路人生图状态 沈腾重拍西红柿首付 这次玛丽是女主 是炒冷饭 还是传奇在线 汪小飞和二婚女友吃路边摊 对小月儿嘘寒问暖 一细节被批不称职 财经要文 名表二级市场缩水 行情大幅跳水 二月制造业 PMI为49.1% 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许家印 大消息 收评 深程指延续反弹 涨1.12%两市成交额 连续三日破万亿 谭雅玲 道指可能冲上四万点 三月国际金融形势 科技要文 于永福卸任 年轻管理团队 接任饿了么高德 放弃陶特 可能才是阿里决战低价的开始 双生并地 越想先锋 为什么人人都在谈那手机 我们聊八个真相 英伟达如何崛起为 AI霸主 黄仁勋捕捉机遇能力太强 汽车要文 比亚迪宋Pro DMI 荣耀版10.98万起 低价降2万 广汽本田行格无限 米尔战版将于3月7日上市 13.99至15.99万元 深蓝ASA03 S7荣耀版正式上市 理想5C超冲装投入使用 充电12分钟 续航500千米 比亚迪全球化 携八款新能源车型 亮相日内瓦车展 态度原创 公版计划 奔用吧 法国电影新浪潮 轻松一刻 吹牛皮不交税 但容易伤身 弹心设 凤凰传奇 可千万别他访啊 上流 望周知 新加坡是免签了 不是免费了 教育时尚房产游戏军事航空 普京 俄战略核力量 处于全面准备状态 美称乌战败 可能导致北约与俄 发生军事冲突 俄方回应 台退降 大陆军机 聚淡水 仅二十三海里 一分钟 能到台湾领空 台媒 金门恶性撞传事件 谈了十轮无果 大陆真的怒了 我有三十万 不用你养老 婆婆拒绝照顾 儿媳坐月子 十年后哭了 刘阿姨觉得 她现在可以说 是很后悔的 当初因为她觉得 自己有三十万的存款 所以 以后肯定是 不用自己的儿媳妇 照顾她的晚年生活 也就拒绝了 照顾她儿媳妇 坐月子 可如今十年过去了 她真的觉得 很后悔 刘阿姨 要是当初 早知道自己的晚年 需要自己的儿媳妇 照顾 那她 肯定不会 说出那一番 让她现在 觉得后悔的话 她现在想 弥补自己的儿媳妇 可没有想到 她和媳妇 完全不需要 她的弥补 甚至还觉得 她们还是各过各的好 当初她儿子 和自己的儿媳妇 结婚的时候 她对自己这个儿媳妇 可以说是 特别的不满意的 因为她觉得 她儿媳妇 是在农村长大的 而他们的家里面 是家庭条件 比较好的 所以 她有点看不上 自己的这个儿媳妇 在自己儿子 结婚之前 她不是没有 阻拦过自己的儿子 也让自己的儿子 重新找过一个 家庭条件 比较好的女人 还说找一个 家庭条件 好的女人 对她们这个家庭 也有帮助 以后 对照顾小孩子 这一方面上 也是会有 比较好的教育 可她儿子那时候 并没有把她的话 放在心上 执意选择 和她的儿媳妇 结婚了 也就因为 这个事情一样 她对自己的儿媳妇 更加地不满意 更加让她觉得 是因为 她儿媳妇的到来 才会让她儿子 不听从她的安排 所以 在她儿媳妇 进门的时候 她就直接给 自己的儿媳妇 一个下马威 直接和她儿媳妇 说了 在这个家里面 所有的事情 都要按照 她的意见 来走 要是不按照 她的要求 来走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 在他们这个家庭 生活了 她那时候 还以为 她说出这一番话 会让她儿媳妇 特别地不高兴 但没有想到 她儿媳妇 完全没有一点 在意的意思 反而还说 以后会尽量 听从她这个婆婆的话 尽量会按照 她这个婆婆要求 来照顾 他们这个家庭 对于自己 儿媳妇的 这个表现 她那时候 也没有太多的感动 她只是觉得 自己的儿媳妇 想在她面前 表现得好一些 然后让她的态度 好一些 但她那时候 就想着 不让自己的儿媳妇 好过 所以 不管她儿媳妇 在她面前怎么做 她都没有给过 自己的儿媳妇 一个好的态度 她儿媳妇 和自己的儿子 结婚的第三年时间 她就催着 自己的儿媳妇 生孩子 本来她那时候 以为她儿媳妇 会拒绝 可没有想到 她儿媳妇 一口就答应了 还说女人结婚了 的确是应该把重心 放在家里面 生孩子 那也是应该的事情 在她的孙子出生之后 她儿媳妇 本来是在坐月子期间 想着让她 来照顾坐月子的 可她那时候 就没有那个想法 所以照顾 自己的儿媳妇 坐月子 反而是拒绝了 自己的媳妇 提出的要求 来说她坐月子的事情 和她一点关系 都没有 而且她那时候 也很明确地 和自己的儿媳说了 说她自己本身 就有三十万存款 以后肯定也是 不用自己的儿媳妇 来照顾她的晚年生活的 那她自己 都有那个条件 不让自己的媳妇 来照顾她的晚年生活 那她肯定也是 不会去照顾 自己的儿媳妇 坐月子的 她那时候 和自己的儿媳妇 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她儿媳妇 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默默地 接受了她这一段话 而且 她儿媳妇 坐月子的时候 也是叫她 亲家过来照顾的 完全没有 要她帮忙的意思 她也乐得轻松 可如今十年过去了 她儿媳妇 对她态度 一直都是不冷不淡的 在前一段时间 她生病住院了 本想让自己的 儿媳妇照顾她 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她儿媳妇 没有那个 要照顾她意思 甚至还说 当初 她这个作为婆婆的 都不肯伺候 她这个儿媳妇 坐月子 那她肯定是 不会照顾 她的晚年生活的 刘阿姨 现在不是没有想过 说要把那 三十万块钱的存款 给她儿媳妇 就像这样的儿媳妇 照顾她的晚年生活 可没有想到 她儿媳妇 选择了拒绝 她儿媳妇的意思 是这样子的 说当初 坐月子的时候 她这个作为婆婆的 没有大意把守 那现在她这个婆婆 到了晚年了 那也不要指望 她这个作为 儿媳妇的来照顾 所以说 她现在可以说是 特别地后悔的 她也想过 找自己儿子 在中间调解 这个事情 可她儿子 也因为 她当初的那一个做法 觉得很心寒 所以不管她说什么 她儿子始终 都不站在她的这一边 69岁退休老人哭诉 我宁愿成为一个不孝子 也希望母亲早点走 我姓朱 生活在浙江金华 我今年69岁 我是在60岁那年退休的 到现在 已经过去9年的时间了 我退休前 是在事业单位工作的 如今一个月 能领到5000块的退休金 对此 我还是比较满足 别人的退休生活 都是到处吃喝玩乐 能够好好享受 自己的晚年生活 而我却没有这么幸运 因为我刚退休没多久 我母亲就中风了 而且身体还瘫痪了 不过幸运的是 她和别人不一样 人家瘫痪大部分时候 都是只能躺在床上 不能动弹的 而我母亲 还能够缓缓地翻身 还没有那么严重 只不过就是没办法下床走路 需要我们作为儿女的帮忙照看 母亲就生了我们兄妹两个 我小妹嫁到了农村 家里条件一般 小妹嫁过去之后 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 这辈子都是在农村里 靠种田生活 日子很是艰难 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孩子 后来三个孩子结婚生子后 就把孩子交给我小妹照顾 他们去外面的大城市 所以我小妹一个人 就要照顾好几个小孩 根本忙不过来 更别说是跟我一起分担 照顾母亲的重任了 不过我也没有那么惨 我老伴还在 她能够跟我一起分担 我老伴嫁过来以后 我的父母对她都很好 拿她当亲生孩子对待 父母也经常帮我们照顾孩子 平时我们缺钱的时候 他们也没吝啬过 所以我们一家人的感情 还是很不错的 老伴对公婆也比较孝顺 在我退休的前些年 父亲就已经去世了 当时父亲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母亲 还嘱托我们要好好照顾母亲 要让母亲安享晚年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得把母亲给照顾好 让她的晚年过得幸福无忧 这不光是父亲的遗愿 也是我们作为儿女 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夫妻俩特别用心地照顾母亲 每天都会给母亲洗一次澡 而且床上用品也患得很频繁 每天我老伴都会给母亲 按摩好几次 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 再加上治疗 母亲的身体也渐渐好转了不少 能够拄着拐杖缓缓地走动了 不过并不能长时间地走动 而且也走不远 不过这已经很好了 以前母亲晚上要上厕所 都是叫我们帮忙的 而且每天晚上 她都要上两三次厕所 我跟老伴都是轮流值班的 今晚我过去伺候 明晚老伴再去帮忙 就这样轮流来 所以我们晚上经常都睡不好 但是母亲能够走动以后 她就能够独立上厕所了 不再需要我们帮忙了 不过去厕所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我们就在母亲的房间 放了一个坐便器 这样晚上 她就可以自己解决 上厕所的问题了 等第二天 我们睡醒之后再清理 这样就不需要太麻烦我们了 我们也能够睡一个好觉 家里的家务活 大部分都是老伴做的 所以多数时候 都是我来照顾母亲 每天吃完早餐以后 我都会用轮椅 把母亲推到附近的老年公园走走 让她能够散散心 母亲还是有不少朋友的 每周我都会抽出两天的时间 带她出去找朋友玩 所以她过得挺开心的 可是好景不长 前两年我发现 母亲的记忆力逐渐衰退 有时候甚至忘了我是谁 还经常赶我走 这也就算了 关键是母亲脾气 也变得特别暴躁 还有暴力倾向 总是动不动 就爱拿自己的拐杖打人 我就没少被她打 我老伴也没有幸免 所以我都不敢 让我老伴太靠近母亲 能自己做的 我都尽量自己做了 这很明显 就是老年痴呆的表现 这种病也没办法治 只能吃药控制 但是母亲吃了药 还是没有什么用 她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小孩 心情也是喜怒无常了 想干嘛就得干嘛 如果我不答应 她就不生气 我还记得 有一次母亲想吃手擀面 老伴中午的时候 就给她做了 因为母亲的牙齿 已经不太好了 吃不了太硬的东西 所以老伴还特地 煮得软烂一点 这样比较适合她吃 而且味道也很不错 挑香四溢 可是端到母亲面前的时候 她却说 自己不想吃面条了 又想吃外面的排骨粥 所以我又跑去给她买 结果买回来 她又不想吃了 吃一顿饭都要折腾好几次 如果不是我亲妈 我真的不想伺候了 实在是太为难人了 而且母亲晚上经常不睡觉 就在房间里念念叨叨的 而且还要让人陪着 如果我不陪着她 那她就会大声喊叫 还会影响到周围邻居的休息 所以我就只能在母亲的房间里放了一张小床 每天晚上在那里陪着她 现在母亲的老年病越来越多了 隔三差五就要上一趟医院 每次上医院都得花不少钱 我的退休金都花在里面了 而且很多时候都不够 这些年给母亲治病 我已经花了十来万 感觉家底都快要被掏光了 我母亲今年已经八十九岁了 已经算是一个比较长寿的老人了 人家就觉得家里有长寿父母很幸福 可是我却觉得特别心累 因为我母亲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拖累 让我连自己的晚年生活都过不好 生活质量也下降了不少 每天都得围着母亲团团转 其实我经常有一些不孝顺的念头 就是希望我母亲能够快点走 我实在不愿意做孝子了 做孝子真的太辛苦了 我现在年纪也大了 经常会有一些力不从心的感觉 有时候都感觉自己要支撑不住了 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怎么说她都是我的母亲 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让她过好晚年 所以我只能好好锻炼我的身体 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健康一点 这样才能好好伺候母亲 不然若是我比母亲先走 以后就得麻烦我的老伴和儿子 我不希望这样 我必须得先把母亲送走再走 自从我的母亲变成这样以后 我真的深刻体会到了酒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真的没办法感同身受 虽然说子女给父母养老是应该的 但是那时候的子女年纪也大了 有时候真的力不从心 但是就算在辛苦也得坚持下去 毕竟这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84岁老人坦言 请过保姆去过养老院 才知道晚年最好的归宿在哪里 我姓刘 生活在河北石家庄 我今年84岁 60岁那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 现在已经有24年了 我退休前是一名语文老师 在我们当地一所中学教书 很多人都认为 教师这个工作很轻松 工作又稳定 假期又多 福利待遇都很好 可是只有局中人才明白 作为教师的心酸 以前我的工作特别忙 总是忽略了我的家庭 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好在我有一个理解我的老伴 我老伴就是我背后的那个女人 一直默默支持我 把家里照顾得非常好 所以我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工作 我们夫妻俩一共生了四个孩子 而且全都是儿子 当时我跟老伴特别想要一个女儿 因为我们觉得儿子太调皮了 女儿才贴心一点 但是一直没能如意 本来老伴还想再生的 我没有同意 因为生第四胎的时候 老伴产后大出血 当时差点舅舅不过来了 这给我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我不希望老伴再冒险了 人生本就不可能十全十美 有四个儿子也很不错 以后我们晚年就不需要再担心了 因为我是一个老师 所以我对我的几个孩子 都是比较严厉的 他们很小的时候 我就开始给他们进行启蒙 希望他们能通过读书 改变自己的命运 虽然说不祈求他们能够大富大贵 但也总得比我混得好 以后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大儿子跟小儿子学习成绩都不错 都考上了很好的大学 而且也有了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 二儿子和三儿子让我特别头疼 他们俩从小就特别调皮 根本没有一点心思放在学习上 有时候还会逃课 不管怎么教育都不行 他们两个现在的生活也特别好 二十出头的时候 他们就跟着朋友去大城市闯荡了 后来开始学人家做起了生意 现在他们俩都开有公司 生活也过得特别好 根本不需要我再为他们操心了 我跟老伴退休后 也没有选择去儿子家帮忙带孩子 毕竟我们有四个孩子 如果要带真的带不过来 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都不错 都各自请了保姆 所以我和老伴也能放心地过自己的晚年生活 这些年我最亏欠的人就是老伴 所以我希望晚年之后能让他过得幸福 好好弥补他这些年为我吃过的苦 自从我退休以后 家里的家务活我就再也没让老伴做过了 毕竟老伴辛苦了一辈子 以前都是他给我洗衣做饭 现在也该轮到我了 老伴每天只负责吃喝玩乐就行 其实我的厨艺很一般 老伴经常嫌弃我做的饭菜难吃 为了能让老伴满意 我还特地报了一个厨艺培训班 我花了几个月去培训 最后也学有所成 厨艺变得越来越好 连老伴都夸赞我 刚退休那些年 我们的身体也还比较好 所以也没有考虑过以后养老的问题 等到上了七十五岁以后 我们的身体就慢慢变差了一些 虽然还能自理 但总归是没有那么的好 那时候我和老伴 才开始考虑养老的事情 我们有四个儿子 但是我们老两口 是不打算去儿子家养老的 儿子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家里并不是他们说了算 儿子们当然是愿意 给我们老两口养老的 毕竟他们一直都很孝顺 但是我们就是担心 儿媳不愿意我们过去住 很多年轻人都是不想 跟家里长辈一起住的 我们也能够理解 所以我们就不想麻烦他们 万一到时候影响他们的夫妻感情 就不好了 我跟老伴打算请个保姆照顾 这样也能为我们省不少心 我们老两口都是有退休金的人 请个保姆还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四个儿子知道以后 他们就主动给我们老两口 找了一个保姆 而且请保姆的钱都是他们出的 孩子们这么孝顺 我和老伴也很欣慰 再加上他们确实也不缺这点钱 所以我和老伴才愿意接受 请的保姆叫小顾 小顾还比较年轻 还没有到四十岁 当初儿子们之所以找一个 这么年轻的保姆 主要就是觉得年轻的保姆 干活比较干净卫生 能把我们老两口照顾好 小顾的工作能力确实不错 每天都把地板擦得一尘不染 她都是扫一遍再拖一遍 最后再用干净的抹布抹一遍 直到用餐纸擦过 没有灰尘才可以 家里大大小小的角落 都被她打扫得特别干净 连一些常年被忽略的地方 小顾也没有放过 所以我们家里的卫生 比以前真的是好了很多 小顾身为一个保姆 厨艺也是很不错的 虽然比不上大厨师 但是小顾煮的饭菜 特别适合我们这种 年纪大的老人吃 比较和我们老两口的胃口 天气好的时候 小顾就带我们出去晒晒太阳 平时我们出门她总要跟着 毕竟我们年纪大了 万一在外面摔倒都没人敢服 刚开始我也觉得 这样太麻烦小顾了 但是后来觉得这样好多了 感觉方便了许多 所以我们老两口 对小顾都特别满意 每个月我们还给她发一笔奖金 算是我们对她的鼓励 可是我们跟小顾越来越熟之后 她的工作态度就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隔三差五就要请假 理由也是五花八门的 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多的麻烦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也找小顾沟通过 可是小顾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我和老伴经过再三思考后 还是决定把小顾给辞退 在后来我们就没有打算继续请保姆了 而是选择去养老院生活 我们知道儿子们肯定是不同意 我们去养老院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提前和他们商量 搬去养老院之后才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当时四个儿子都很生气 还说要把我们接回来 但是我们钱都交了 也想体验一下 在养老院养老是什么感觉 所以我们就没有回去 以前我们听说养老院还不错 在养老院生活 什么都不用自己操心 事事都有工作人员帮忙安排好 就算生病了 也有护工贴心照顾 可是这一切都是道听途说 去了养老院之后 我们才发现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首先养老院的服务态度就不是很好 解决问题的效率特别慢 我住的宿舍是四人间的 房间里面没有独立卫生间 平时上厕所都要到外面的公共厕所 感觉特别的不方便 而且走廊上的灯时好时坏 有一次我差点摔了一跤 冬天的时候又特别冷 上厕所都成为了一件特别煎熬的事情 养老院的伙食也非常一般 反正我是很不喜欢的 每一顿我都吃不饱 但是也只能尽量逼自己多吃一点 不然就要饿着肚子了 因为养老院是没有小卖部的 如果不吃 那就是要等到下顿才有的吃 所以在养老院住了没多久 我俩就撤了 儿子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赶紧赶来了 我们家纷纷提出要给我们养老 那一刻我们夫妻俩感动得差点落泪 虽然说养孩子不是为了让他们回报我们 但是能得到儿女的孝顺 也是一件特别让人感动的事情 现在我们已经去儿子家里养老了 春天在大儿子家住 夏天在二儿子家 秋天要搬到三儿子家 冬天就住在小儿子家 这样轮流来 几个儿子对我们都很孝顺 儿媳也拿我们当亲生父母对待 所以我跟老伴的日子过得特别舒心 我们俩真的挺幸福的 能够拥有四个这么孝顺的儿子 不然晚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过保姆住过养老院之后 才明白老人晚年最好的归宿 还是在儿子家 五十八岁退休女人坦言 我找老伴 对方不用有房有钱 但有四个要求 我姓黎 生活在湖北武汉 我今年五十八岁 五十五岁那年正式退休 至今已有三年了 年轻的时候 我就想着早点退休 我觉得上班对我来说实在太煎熬了 我本来就是个性格内向的人 但是我的工作需要我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而且我经常会被客户骂 被骂的时候还不能顶嘴 有时候错并不在我 但是人家不开心就会骂我 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委屈 每天早上一睁眼 我都想请假 可是不工作就没有钱 为了生活我只能坚持 我也不是没想过辞职 但是我这份工作工资还挺高的 待遇也不错 我怕辞职了 我就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 好不容易熬到退休 我以为我的幸福生活就要来了 可是没想到退休后 我比以前更加难受了 因为退休的第二年 我老伴有一次出去买菜的时候 被车撞了 肇事车主还当场逃逸 最后我老伴因为抢救不及时而去世了 老伴走后 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有一儿一女 女儿远嫁了 很少有时间回来看我 只是偶尔有空的时候 会给我打一下视频电话 而我的儿子虽然住得离我不远 但是儿媳不喜欢我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搅他们 一个人的生活是真的很苦 所以我才决定再婚 我觉得我的条件挺不错的 现在每个月有四千元退休金 还有三十万存款 住的房子 是我跟老伴年轻的时候打拼下来的 现在贷款已经还清了 我在婚只是想给自己找个伴 对方没房没钱也不要紧 反正这些我都有 只要对方能满足我这四个要求 我就愿意嫁给他 一 共同承担家务 我认为男主爱女主内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夫妻之间是平等的 家务也理应两个人一起承担 有些男人总以为女人就应该干家务 家里所有事都让女人来干 每天回家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什么也不帮忙 这样的男人没有哪个女人能受得了 就算婚前感情再好 婚后也要闹离婚的 以前我老伴就从来都不做家务 年轻的时候公婆是跟我们一起住的 平时我上班的时候 公婆都会把家里照顾好 从来不让我操心 后来婆婆去世了 公公也就回了农村老家 家务就全都由我来做了 我老公从来不动手 就算我加班 他也不会主动做晚饭 不是点外卖 就是等我回家再做 每次我说他的时候 他都是左耳进右耳出 依旧我行我素 完全没有把我的话当回事 当时要不是为了孩子 我可能都想跟他离婚了 现在他不在了 我虽然孤单 但也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我不愿意再过像以前那样的生活 所以如果想跟我结婚 必须要跟我一起承担家务 二 不能要求我帮忙照顾老人和小孩 现在很多男人在婚 都是为了给自己家找一个免费保姆 让女方帮忙照顾老人和小孩 我可不是那种傻女人 我嫁给对方 是想和对方好好过日子的 我不可能愿意给他们家做老妈子 像我们这样的年纪 如果对方家里的父母还在 那应该也有八十多岁了 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体多多少少 都会有一些毛病 可能还需要人时刻照顾着 我现在也将近六十岁了 虽然身体还算健康 但是照顾老人对我来说 还是太辛苦了 我不想给自己找罪受 除此之外 我也不愿意给对方看孙子 照顾小孩也是需要很多精力的 可能每天还要跟着小孩跑来跑去 因为跟儿媳关系不好 所以他也从来不让我帮忙照顾孩子 而且我也不喜欢小孩 我觉得小孩太吵闹了 他不让我照顾 我也乐得清闲 我连自己的孙子都不想照顾 不可能会去照看一个 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 所以有这种目的的老人 我是不可能会考虑的 即便他条件再好 三 对方必须得听我的话 很多男人都很自大 总觉得妻子就应该听自己的话 如果跟这样的男人结婚 将来一定会过得很压抑 我觉得晚年就应该好好享受生活 嫁给一个这样的男人 还不如不结婚 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脾气好的男人 他必须可以听我的话 我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觉得听老婆的话 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听老婆的话 婚姻才会越过越幸福 当然我也不是那种无理取闹的人 我不可能让他做一些很为难的事情 只要他对我好 那我肯定也会好好对他 也会珍惜他 四 不跟对方的儿女一起住 我可以尝试去适应一个新的老伴 但是我却不愿意再去适应一个新的家庭 所以想要跟我结婚 就不能再跟自己的儿女一起住 我觉得跟儿女一起住 很容易产生矛盾 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让自己的老爸 娶一个后娘 觉得有了后娘 就有了后爹 所以要是住在一起的话 肯定会经常吵架 我可不想天天家里闹得不可开交 到时候这样为难的还是对方 还不如从源头上解决 不住在一起也就不会吵架了 如果对方儿女偶尔回来住两天 那我还是愿意的 若是对方想儿女的时候 也可以去儿女家住几天 这我也不会介意 虽然我俩在婚了 但是我也不可能要求他 不管自己的儿女 只要他愿意提前跟我说一下就行了 我还是还很善解人意的 没有退休金的晚年 孩子的嫌弃让我做了三个决定 最后全家欢喜 人的一辈子 总感觉都在忙碌中度过 上学年纪忙着学习 工作年纪忙着工作 结婚年纪要忙着照顾家庭 照顾一家老小 好不容易熬到了老年 说不定还得忙着带孙子孙女 人的一辈子真的很难抽出一点 空闲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过话是这样说了 人这一辈子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不论怎么样 还是要多为自己着想一下的 人生起起落落 自己才是自己最大靠山 只有自己强大了 才能够让自己生活过得稳定 现实生活中养老问题 一直都是存在的 很多人会认为 有没有退休金都一样 毕竟自己是有儿有女的人 自己辛苦大半辈子 把儿女养大成人 不至于带自己老了 儿女会不给自己养老 可现实就是现实 有退休金的老人 在养老方面 往往比没有退休金的老人 更胜一筹 钱多钱少不要紧 要紧的是 那份退休金 就是他们养老的保障 65岁的江阿姨 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 没有退休金 年老了无法找到 合适自己的工作 因此就没了收入 自己在家 住经济成了问题 想着去投靠孩子 又遭到嫌弃 可为了自己 能有个落脚的地方 她只好委屈求全了几年 后来她决定为自己活一把 做出了三个决定 没想到迎来了全家人的欢喜 来自江阿姨的字数 我是江阿姨 今年65岁了 五年前 我就没有了工作 经济来源都来自于我的儿子 每个月八百块钱 在我看来 这八百块钱确实是少了 但碍于是自己伸手 向别人要的 我也不敢有任何不满 只能是省吃俭用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 从小到大就是个普通人 结婚后的前二十年 把孩子养大 把老人照顾好 后二十年又为了生活 而努力工作赚钱 兜兜赚赚人也老了 生活却没有太大的改变 心虽有不甘 却又只能如此 话说像我这样普通的人 普普通通的生活 也没什么不好 不会像别人一样 总要经历大起大落 安安稳稳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可就是这样 普通的家庭才怕坎坷 就好比是我儿子 要结婚的时候 为了他的婚房跟彩礼 就把我们家多年的积蓄 一掏而空 还欠了不少外债 我承诺说不用儿子来还 可总是被现实打了脸 到头来还是得靠儿子 才能把那笔债还上 为此儿媳 还闹了好久的脾气 没债一身轻 一家人终于能恢复到正常生活了 可关系始终是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 我想着一家人 就算是不好 也不能坏到哪里去 能把日子过好就可以了 六十岁那年 老伴把我丢下 自己先走了 他的离去 让我整个人跌到了谷底 工作也没有了 只能跟随儿子在他家生活 在儿子家生活了大半年 我也慢慢看开了 为了不打扰他们 我选择了回到自己家里生活 住的半年之久 我不知道儿媳有没有不高兴 只知道我提出要回家时 儿媳满脸的笑容 说 妈 您想回去那就回去吧 家里空气好 适合养老 您回去记得要注意身体 有什么事情打电话就好了 儿媳的话里 多少带着让我以后不要多来的意思 不用他说 我也打算 以后养老不会到他们家里的 我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好 虽说不去他们家打扰了 可是经济还是得靠他们 我的年纪大了 工作不好找 没了收入 就只能伸手问他们要 不是我不想去工作 我也不想经常伸手 问他们要 在他们家回来 我曾去找过工作 但别人看到 我的年纪都回绝了 别人怕把我招进去 工作会发生什么意外 他们负不起责任 只能狠心地拒绝我 其实我自己还有点存款 儿子也知道 但这个钱不到关键时刻 我是不会拿出来的 儿子无奈只好每月 给我八百做生活费 这样的生活我也很喜欢 一个人没有顾虑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就是碍于生活的经济来源 来自儿子 时间一长 我跟他们的关系 就很陌生 他们不会再主动回来 看我 给钱的时候 总会加上两句 让我少花点 年节到他们家儿媳 也没有好脸色 儿子都看在了眼里 但从不会做任何表示 我知道他是在怕老婆 我也知道 既人篱下不好受 就是年节才过来 便选择了忍气吞声 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的身体就大不如前了 无奈只能搬到儿子家 跟他们一起生活 因为以前就见识过 儿媳的态度 所以这次住下来 我也就不再有什么 不适应的地方 平时儿媳也会各种唠叨 但看在我是长辈的份上 他还是会给我三分薄面 不敢做得太过 面子他是给了 但他的那个小心思 也露出来了 儿子告诉过他 我还有存款 所以他主动开口 让我把存款拿出来给他们 帮他们减轻压力 我当然是不同意的 我这个钱是留着有紧急情况的时候用的 而且也不多 就八万块钱 拿出来给了他们 我自己心里就没底了 可儿媳却不高兴了 说明明自己有钱 却还要儿子来养 不觉得是在给自己的儿子增加压力吗 儿媳的话让我有了想法 我主动问儿子 问他是不是真的想拿我的这笔钱 他的沉默让我明白了 但为了我自己 我只给了他们三万钱 拿到钱的儿媳还是不高兴 话里话外觉得我给少了 每天在家里还是各种挑刺 各种嫌弃我 反正就是我做什么都不合他的意 自来他们家住 家里的饭是我做 卫生是我搞 但每天的饭菜 每次的卫生儿媳都会有建议 有时候家里买多一两个菜了 他就说 什么家庭 一餐就吃那么多个菜 不知道赚钱不容易磨 就不知道勤俭节约一下 我心里难过 敢怒不敢言 毕竟寄人篱下的 还伸手拿别人的钱 我也想过离开 可却无能为力 没办法只能煎熬地生活着 直到前段时间 我到楼下玩 有个老姐妹的话点醒了我 她说 年纪是大了 重活干不了 轻得总能做的呀 什么事都等着别人去安排 肯定是会遭别人嫌弃的 试着自己找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 听了那个老姐妹的话 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我又不是躺在床上不能动了 虽然身体不太好 但轻点的活还是可以做的 每天在家等着别人安排 不如找点事情做来 充实一下自己 所以我做出了三个决定 没想到这三个决定 真的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的第一个决定 就是不再跟他们住在一起 儿子住的小区是不梯房 一楼下面是有一间小小的杂物间的 我的意思是我一个人搬到下面杂物间住 这样一来生活上没有摩擦 就不会过多地产生矛盾 小区很多老人也都住在杂物间 生活也都挺好的 第二就是我要自己做点什么来赚钱 不再伸手问他们要 我年纪大了 工作肯定是不好找的 我也不打算出去打工 我看着小区平时出入的人挺多的 我就想着要不就在杂物间门口 卖点什么小吃 比如夏天的时候就卖点糖水 冰冻饮料 冬天的时候卖点热乎的豆浆炸糕 再弄点小孩的玩具回来摆上 这样一来不用出去辛苦地推着小推车 风吹雨打的 还能赚钱 第三个决定就是我的那几万块钱存款的事 我把自己有多少钱如实地告诉他们 为什么不给他们的的原因也告诉他们 我说我可以把钱都给他们 但他们必须给我保证给我养老 我有个头疼脑热的 不能找理由推托说 没钱给我治病什么的 还有每个月给八百块 他们可以不给 但不能让我去买菜做饭 为这个家里做任何开支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 支撑不了一个家庭的生活开支 而且我有多少钱存下来 等我百年归老了 都是他们的了 但还是看在晚年 他们对我怎么样 对我不好 我可以选择不给他们 我把这三个决定告诉了他们 后面两个他们都没有意见 就是第一个 我要自己到杂物间住的是他们不同意 他们不想让人家笑话 怕别人说是他们把自己的老母亲赶了出来 住在杂物间里 他们说杂物间随便用 到时候给我办个营业执照 让我放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把一切手续办好之后 我就开始了我的小摊生活 一天也能有个百来快 虽然不多 但是靠自己双手赚的 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 我也把剩下的那几万块钱给了儿媳 她的态度180度地转变 但我每天赚的钱没有给她 而是自己存了下来 现在我过得很踏实 生活也很充足 不再像以前缩头缩尾 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也敢大胆地说出来 自从自己有了收入 心情都比以前好了 不知不觉中 身体也不像以前那么多毛病了 真的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决定了 只要能动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靠自己比靠任何人的好 人到晚年才醒悟 每月三千退休金 别指望子女养老 亲情也很现实 如今大部分的老年人都会有退休金 因为有的老人年轻的时候 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所以到了晚年 自然有退休金领 还有一些老人给自己买了养老保险 到了年纪之后 也会有养老金领 虽然不多 但自己也算是有了保障 在很多老年人眼里 只要有了退休金 那么生活就会过得很好 子女也会对自己客客气气的 毕竟手里有钱 活得也有底气一点 但实际上 哪怕手里有退休金 也照样得不到子女的孝顺 因为子女很现实 下面一位75岁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并且还说到 人到晚年才醒悟 每月退休金三千 也别指望子女养老 心情也很现实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 75岁的吴大爷 我今年75岁 我姓吴 我是一名丧偶老人 十年前我的老伴就离开了我 老伴刚去世的时候 我很不习惯 因为这些年 老伴一直陪着我 而且我们的感情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之间很爱彼此 本以为我们两个人 能够互相白头到老 可谁知最后 她却先走了一步 所以当时我特别的难过 说实话 我觉得最先走的人 那个是最幸福的 因为不用思念去世的那个 也不用每天痛苦地活着 所以那时候 我特别想结束生命 但我身边的人都劝我 让我不要想这么多 毕竟人生老病死是个轮回 往后的日子 我应该好好地去过 这样晚年才不会留下遗憾 自己也不会白活这几十年了 后来在他们的劝说下 我也看开了 也接受了老伴去世的事实 虽然一个人生活很孤独 但只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做 完全不会觉得无聊 反而还会把生活过得很有趣 那时候我也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平时闲的时候 我都会跟朋友下下棋或者去钓鱼 要么就是去跳广场舞和旅游 虽然我不是什么有钱人 但我每个月也有三千块钱退休金 三千块钱对于我来说很多 毕竟很少有退休金 所以我不用担心我的晚年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 通过自己的努力 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而且那家公司还帮我买了五险一金 所以退休之后 我自然也拿到了退休金 有了这笔退休金之后 以后我也不会担心养老问题 毕竟手里有了钱 就有了底气 所以我相信我的子女肯定会为我养老 我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出生的时候 我都没有让他们受过任何委屈 为了让他们过上好的日子 我每天累死累活在外打拼 为的就是能够让他们小康生活 后来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也拿出自己存了大半辈子的积蓄 给他们买车买房 那时候两个儿子很感激我 还承诺以后一定会为我养老 有了两个儿子这句话之后 我晚年也不用愁了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真正去子女家养老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根本就不靠谱 虽然我有三千块钱退休金 但是对于子女来说并不多 所以他们很嫌弃我 本来我也没想过要去依靠他们 因为我知道他们压力也很大 但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 我的视力下降了很多 很多东西我都看不清楚 有时候煮饭煮菜熟没熟 我也不知道 还有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各种毛病 隔一段时间都要去医院检查 每次检查完都要花很多钱 买一堆药回来吃 医生也建议我最好身边有家属陪着 不然很危险 哪天出现意外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听到医生这么说 我就想到了让子女为我养老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两个儿子 让他们轮流为我养老 本以为他们会很乐意地为我养老 结果他们却这样子回复我 爸 我们现在压力很大 每天都要想办法挣钱养家 如果你来了 不但给我们添加负担 还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 同时也会影响我们的家庭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来我们家 你能一个人住就一个人住 实在不行就去养老院 听到两个儿子这么说 我很失望 虽然我也很心疼 他们压力大 但是我不想去养老院 也不想请保姆 因为我觉得养老院和请保姆都不靠谱 而且我也不够钱 我觉得只有在子女家养老 才有安全感 自己也过得舒心 为了能够让儿子顺利地为我养老 我回应两个儿子 我去你们家养老 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毕竟现在我已经老了 随时都会有意外发生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没人知道 我觉得还是搬你们那里住好一点 虽然说养老方式有很多种 但是那些都不靠谱 我觉得只有待在你们身边 我的晚年才会过得舒心 再说了 我也没有半身不随 而且我就只有你们两个儿子了 养老我也只能依靠你们 所以你们不要嫌弃我 当时两个儿媳很不乐意 并且说道 爸 你就不要来害我们了 我们不想再有压力了 看到两个儿媳子活不愿意 我只好对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压力大 但只要你们为我养老 我愿意把我的退休金和存款 都交给你们 大儿媳说 行吧 那我们就勉为其难为你养老吧 但我还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把你的老房子卖了 然后把钱分给我们 这样也能够减轻我们的负担 毕竟我们这里不养闲人 所以你得付出了 我们才能回报你 我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 但想到能够得到他们的养老 我也知足了 毕竟我也没有多少年头活了 这些东西也没有用 以后也都是他们的早给晚给 还不如现在给 这样还能够得到他们的孝顺 就这样 我把房子卖了 一人分了一半钱给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拿了钱之后 也实现了为我养老 我最开始去的是大儿子家 刚去大儿子家的时候 他们对我恭恭敬敬 那时候我还在想 果然给了好处就是不一样 到了晚年还是得有钱 这样子女才不会嫌弃自己 可没想到是我想多了 在大儿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 大儿子和大儿媳的态度 慢慢地变差了 也不再那么细心地伺候我了 有时候大儿媳还对我大呼小叫 要么就是嫌弃我身上有老人味 还有每天还让我为他们 洗衣做饭做家务 本来我的势力就不怎么好 这些活根本就做不了 做不好的时候 儿子儿媳就会骂我 说我什么都做不好 还整天在这里蹭吃蹭喝 还有每当我发退休金的时候 他们还用命令的语气 让我把钱给他们 拿到了还嫌少 对他们的行为 我真的很失望 我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对我 后来在他大儿子家住了 大半年后 我也搬去了小儿子家住 原以为小儿子会比较懂事 可没想到也跟大儿子一样 只认钱不认人 哪怕我每个月给钱给他们 他们依旧不会感激我 甚至还嫌弃我给得少 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 然后我就让儿子 儿媳请假照顾我 可没想到他们根本就不理 甚至小儿媳还说 就你那点退休金 都不够我们塞牙缝 还想让我们好好孝敬你 门都没有 对于他们的行为 我真的是很失望 原本以为出钱出力 就能够得到回报 结果得到的都是他们都不笑 最后我也只好自己照顾自己 还有平时的日三餐 我也是自己做的 因为小儿子跟小儿媳 每天都在外面吃饭 基本上都不回来 有时候回来了 就直接进卧室 理都不理我 后来慢慢的 我的钱也在他们家 花得精光了 没有了钱之后 他们更加反感我了 甚至还说 我一点用处都没有 只会吃喝拉撒 每当我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他们就会骂我是个老不死 每天就知道拖累人 每当他们这样子 对待我的时候 我心里都很难过 我从没想过 自己会是这样的下场 按道理来说 手里有钱 应该会过得很好 但是我的钱太少了 子女拿了钱后 就不理我了 所以退休金 少别想得到子女的孝顺 哪怕是他们的亲爹 他们也不认 因为他们只认钱 想要用退休金 得到他们的孝顺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对于他们来说 我只是一个累赘 后来思来想去之后 我觉得还是搬离他们家 没有他们的啃老和嫌弃 我还过得舒服一点 回到老家后 我就去了一家 比较便宜的养老院 虽然有时候 养老院也不好 但好过被子女啃老 当您沉浸在这些故事中 愿他们激发您的思考 也能传递温暖给他人 不求回报 感恩您一路相伴 期待您的点赞与分享 有不到之处 希望您能在评论区 给我留言 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 我也迫切地希望 能与您就任何话题 进行交流 愿我们一同积累福报 走向更加健康 更幸福的生活之路 按赞与那种